稍微等一会儿 好我们准备了 准备开始 好那首先祝自己生日快乐 谢谢 那可以跟我们网易直播的网友打个招呼吗 哈喽各位网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明天就要生日的邓主题 这次生日是怎么想到跟歌迷们一起过 其实我每年生日都会有个别的一个生日会 然后今年呢 就比较特别 就公司把不同的一些地区的歌迷 都飞过来北京这里一起开一个生日团 所以就好好玩一次大家 那你觉得25岁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25岁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真的有很多事情 其实我从16岁开始 刚刚入行的时候 别人都是很照顾我的 可是现在到达一个25岁这个年龄 让我出门觉得真的 必须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自己要更独立更成熟的去做不同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插入了新的一眼 那你现在出道也是今年也是出道八年了吗 觉得自己有什么最大的变化和成长的地方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为自己决定这件事情 以前有很多事情呢 我除了音乐以外的很多事情 我都无法做得了我主意 我都是要问很多身边的人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们的一件什么 我没什么头绪 可是现在我觉得生活 其实 其实是我自己要去负责 我要去成长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在生活上面 生活的态度上面 我觉得是最大的变化 那回顾以前 会觉得说 你年纪小有哪些遗憾的地方吗 老实说我觉得 没什么遗憾的地方 我一直我就觉得 我自己还挺幸运的 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一个目标 找到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热情所在 然后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遇到我的精细感 遇到我公司 其实如果我真的去算的话 今年已经是第10年 我遇到我精细感 我15岁的时候遇到他 所以觉得有设想过自己25岁以后 未来的一些发展吗 其实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是想象不来的 我只是去看这一年我自己的变化 我一定觉得是很多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过好每一天 每天自由每天的忧虑 那会不会有什么期待啊 对未来 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最期望的事情 就是知道一定会有更多新鲜的事情 你可以去发掘 像我最近第一次在泰国潜水 像以前其实我这种比较需要一点勇气的运动 我以前是没什么胆量去做的 可是这两三年我自己又尝试了跳蹦极 又尝试了跳降落伞 然后又尝试了潜水 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人生很漫长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去探索 所以这个是提供一个我觉得生命最有趣的东西 你永远都可以有新的东西去发现 那25岁以后也会期待说去谈个恋爱什么的吗 谈恋爱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是很期待 我13岁的时候就经常看爱情小说 所以我才写了很多情歌 那爱情和事业哪个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两个都重要 一个人不可能只有面包 然后没有爱情 可是你只有爱情 你养不过自己也是徒劳的 徒劳 就很多女生都会说好像随着年龄一点点长大 喜欢的男生的样子都会不一样 你也是吗 就是现在是什么样的标准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特定类型的 就真的是遇到一个适合的人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对的人 所以只有对的人没有对的类型 就不会提前预设一些东西 对 那你自己因为这次活动也跟时尚有关 你自己的时尚方面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自己舒服 最重要 一定要自己舒服自己喜欢 你才穿出来是真的有说服力 不然的话其实就像偷了别的衣服再穿一样 就没什么意义 那你觉得自己在时尚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 时尚是需要天赋的吗 时尚应该不是一个比较的东西 时尚是一个口味的东西 对 什么样的那个style是你喜欢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但是你做出来你喜欢的造型的话 假设网友会有一些吐槽 你会心里会怎么想 就不理他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永远无法去取悦所有的人 那当然 年纪小一些的时候 我比较介意别人想法的时候 还是会有困扰的时候 也有纠结过别人什么看什么的 可是你越来越长大 你就越来越知道 你真正应该重视的就是你身边 你在乎的那些人 嗯 所以现在其实我都 我都自己喜欢就去穿 因为好像看到就是有一阵子 大家都吐槽穿皮裤 但有一次你还特意穿了一个 印在上面的那个皮裤 是很韧性吗 你不叫韧性呢 大家不穿皮裤 因为皮裤很正常 我觉得很好看我就穿 所以现在以后也不会排斥 说去穿这样的造型 我觉得在演出上面 我的服装一定是跟我的音乐 我觉得要很密切的两个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真的要看我音乐上面 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感觉 嗯 就外界的这些声音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选择 是不是 现在是完全影响不了我的选择 嗯 也不会给你造成什么困扰之类的 现在也没有 曾经可能有过一段 需要自我调整一下心态的时间 那你平时选衣服的话 就是一般是设计师的建议还是说自己喜欢 其实如果是我私人生活呢 就当然是自己嘛 嗯 哪有那么突进 可是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还挺相信我的工作伙伴 嗯 然后 像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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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因为是讲英语的嘛 嗯 所以我平时跟她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都需要把我音乐上面 可能我在歌里面写的那个 什么感觉 什么样的故事 我要 我要稍微的 就是要 要讲解给她听 她才可以 在围绕着我的音乐去设计 我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 的服装是什么 所以其实 是需要 磨合 需要沟通的 对 你最近有一些 就是一个颁奖典礼 或者一些盛大道活动的造型 还有很多人称赞 你挺有女人味的 可能因为我也真的是想到了一些 那未来的造型上会有更有突破的方 更多突破 其实我还蛮可以去拥抱不同的尝试 可是真的不同的尝试 就是你一定要试了 你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 所以在第一次去尝试那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是没什么太大的意见 尝试了之后 我就开始会有自己喜欢的方向 哪些是我愿意去多穿一些 哪些是我想要避免的 我看你这次的那个写战造型 那个介绍上面说 会有一些大尺度的照片 是到多大尺度 其实也不是太大尺度 只是这一次我们的写真集呢 因为是庆祝 我25岁生日的一份礼物 公司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然后里面就配合我这个年龄 就有25个log 全部都是我以前很少接触的一些类型 所以那个尺度就大概 它本身就已经冲击了我的眼球 是指什么方面的大尺度 是会比较细一点 比方说 我是不可能穿一个动物装出去的 可是尝试了之后 我又觉得很可爱 像今天我这一身狮子装 我就觉得其实还挺可爱 对 那之前我开始采访的时候提到 就是刚说到的时候 乐坛竞争太激烈 会曾经有暴饮暴食那个情况 没有到暴饮食的那个阶段 就没有到要去看医生的那种阶段 可是有时候我会特别吃其中几款的食物 像我很喜欢吃巧克力 还有香蕉和咖啡 这三个都是抗忧郁 工作压力大 或者很累的时候 吃一些事的确有帮助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觉得竞争压力很大吗 压力大 当然 可是我觉得压力大 并不是只是这个行业当艺人的事 我觉得每个人 只要你对于自己的生活 你是有责任感的 其实你就会感觉到压力大 因为你很想要去做好 可是现实一定是不完美的 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 所以你当然是会遇到压力 对 但是具体来讲 其实当时什么一些事情 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压力 当身边有好多事情 需要你去处理 可是你又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 就你要去平衡各个方面 可是你又只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 我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一直要去学习的过程 那现在遇到压力会怎么来释放 我最近很喜欢跟别人聊天 比如说跟谁 跟我妹 跟我妹其实 我只要问她 你最近在抓了什么宠物小精灵 然后她给我讲一些 完全跟我工作无关的事情 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其实我的心情就好了 或者是煮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放松的方法 你也会煮饭呢 我挺爱煮饭 其实我很爱逛超市 我觉得逛超市 就是一个很生活化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 我太爱吃了 可是如果有时候我去逛一轮超市 我逛完之后我就没那么想吃 眼睛已经吃饱了 那你也是有那个贤妻良母的潜质 我希望可以 哈哈 你觉得你将来会是那种类型的人吗 我觉得嫌妻可能 可能 可能 我正在努力当中 因为我正在积极的落胎 可是良母 因为我最近有个好朋友 她刚刚生完小孩 我觉得当一个妈妈真的太难了 所以我现在非常配合我妈妈 对 她生我的时候比我现在年龄还小 对对对 看你妈妈和你那个合影都特别的年轻 对 大家都说很像姐妹 对 她很 就她很活泼 她有时候比我更像一个小孩 对 那我看你那次去旅行也晒了很多照片 那身材变得有特别好 是怎么练的 怎么保持着身材 就去做运动 我一个礼拜至少五天六天都会运动 让我保健身的各种各样运动 好像现在都有那个马甲线了 是不是 是的 这个我还是不太喜欢 因为她经常说我练得太凶了 好像比较可以女生一些 那你之前会有人就是说你身材不好 会不会让你很不高兴 那女生当然是喜欢美一点的嘛 当然是希望别人可以欣赏你的啊 无论是你的样子还是身材嘛 所以你听到别人称赞你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对 可是别人不喜欢的时候 你也不会怀疑自己 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啊 嗯 我就是 就是我妈妈就是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 不会不开心 现在不会不开心 嗯 以前小时候 对那面对那么多的那种 比如说争议啊议论啊什么的 嗯 那现实中的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 现实生活中我还蛮简单直接的 我觉得 嗯 开心的笑 吵吵闹闹闹 然后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很崇贵的哭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两极的人 对 两边都是可以大上大落的 那你觉得陷入一些争议是因为自己太值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陷入争议 嗯 可是我也觉得为什么陷入争议 这个也并不是我想要去探索为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意义 我觉得我就继续的做我自己 我开心 然后我身边的人开心 我觉得这就好了 嗯 你也不会说去难过 哎怎么不被外界理解啊怎么样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过这样的想法 所以也让我写了一些歌 像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新的心跳 还有一路逆风 其实这些歌曲都是在我生命里面不同的摸索的一些阶段里面 我有过的一些想法 所以还挺真实的这个过程 嗯 那我看到那个今年泡沫也是有一个电影 嗯 对对对对对 我以为今年好像很多歌有这个电影的版本 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期待 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期待 现在大家可能听了啊泡沫这一首 可是接下来还有一些是很惊喜的 嗯 我很希望可以赶快给大家听到 嗯 好那这次展览的这个主题也可以邀请两位来聊一下哈 为什么会选择色彩缤纷的这个主题 嗯 嗯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就希望能为一个人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事 就是庆祝一年 嗯 今年是很重要的就是五岁的那一年嘛 嗯 然后当时也没有说要刷写生机还是要做什么 但是大家就做我们的 竟然才把它做得热闹一点嘛 嗯 然后就有这个想法 然后不同的从事像一个制作人的Nemma 我们在两把不同的创意加进里面 然后最后结果就是想要的显生机出来 嗯 然后本来我们只是从L.A.开始拍这个显生机 嗯 然后Charlton帮我们拍 然后拍完十几个不同的造型之后 发现哎 为什么他25岁我不把它做25个造型呢 嗯 然后就为了Charlton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哪里拍这个另外的十几个造型 然后我们就是看了很多不同国家 看了很多很多国家 然后纽约也看了 英国也看了 因为他从英国过来 然后我们想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不在香港呢 因为这是他出生的地方 然后这样我们对他生日这个 都是跟他原本成长的地方有关系 我们就在Charlton过来 透过他的眼睛 可能他能看到有不同的角度 嗯 然后就这样做了一个教法 25楼的写生机 然后想到25楼之后 我们就说 诶 既然有25楼 我们应该有一个现场的地方 能给媒体 或者是给歌迷能够看到 不是只是买写生机 现在没有人买书的 你做这么多 弄不出来 也没有人看到 对吗 然后想想 不如我们做个展 啊 啊 既然有个展 是不是当天做一个party 跟他幸福乐生意 然后想一想 一大堆东西 让我们所有的同事都一两个月 每天在准备他这个事情 就莫名其妙的 又不是买飘 又不是什么 就是一个生日 我们自己就把它弄得 哦 很仅仅的去希望 给自己做一个庆祝 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一个经验 付过芝琪二十五岁的这个生日 我们做一个 为自己的一个 加免赴持一个庆祝的感觉 市面的人家 芝琪也提到他很小 就是你就挖掘他嘛 嗯 你看到他一直到现在25岁 觉得有什么变化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我们刚才我跟 音乐制作人在台下 在看他穿的动物服的时候 在台上啊 那小动作啊 奇奇怪怪的那些迷动 我们就说 为什么这家伙 十年了 那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所有东西我们都变化 他就没什么 没什么长大 这个 但是其实 开玩笑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是有成长到 有成长 然后 最明显的话 像他刚才这一篇文里面 也讲过 他会生活上面的要求比较高 嗯 然后他会会 比如说 做运动啊 饮食啊 这些东西要不很高 有时候除了他自己以外 我们都会为他担心 你不要吃那么少啊 这个营养药 有时候他很喜欢 很 就发现这个东西很健康 从疯狂的是 有一次他吃了16个 呃 蕃茄 一天你会吃16个蕃茄 就吃这个 嗯 一天只吃蕃茄 但他这个人就是 他 只要找到他前面的东西 他就疯狂地做 做到突然间 每天不想再做 然后就跳进去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每次这种事情 发生的时候都让我们有点担心 对 仔细啊 随着年龄增长 自己关于自身的掌控度 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呃 看什么 嗯 哈哈 这个就要听经纪人 哈哈 好 那那个这本写真集的这个理念 是怎么样的 就也是今天这个 这个 这个写真集的理念 其实就像刚才讲到 就是庆祝他的祖祖 想要让他尝试 但是物面不同的他 呈现一些 或这个不同的尝试 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背景 来发掘一些 不同的 证实器 在这个事情里面 然后 如果去到服装这块 他其实应该由Emma来讲 因为整个 二十五造型 跟今天整个展览的设计 都是由Emma去负责的 那我觉得他讲 比我们讲的更适合 我可以把它翻译 OK 那我想Emma 这次展览有什么特别的 或惊喜的内容 What is the surprise of this exhibition and what is the main concept of this? so the main concept is about I think it's Jen I think it's Jen I think it's her being a 90s baby so it's being born in the 90s and celebrating her birthday but also celebrating her colourful happy personality and also her this album Heartbeat the heart signal and taking from that and the happiness that's come through from that album and bringing out more of the colours of her and the rave style just over and not just seems to encompass all of that and really suit her very well so it's playful and even though she's now 25 she's still young and fun and playful and just works so well so I think the surprise element for everybody is just to see like how great she can look and this fun vibe of style and you don't have to be wearing super top designer gowns everyday you can be really playful you can be really fun you can bring out a lot of your personality you know you'll see her in the summer because she's on like her basketball court and she's in dungaree and she's got her flat hair and she looks really cute and cool and then she's like in a ball picking an animal bodysuit it's just really fun and playful and just lets everybody see what a great personality she's got 我需要翻译一下 他说因为紫棋是90年代出生了90后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透过这个事情 把很多以前90年代的服装潮流 混搭在紫棋这次25周的这个东西上面 就变成有很多色彩白蓝的颜色 然后很多不同的配搭 身上穿的衣服不需要都是名牌子 但这个概念就是透过不同的衣服的配搭 去表达不同的个性 不是说一定要怎么设计的很好的东西 有时候颜色的配搭或者是款色配得好的时候 就能做到那个感觉出来 然后因为紫棋的上一单专辑是新的心跳 他整个漏口是一个星星 然后把那份喜悦跟爱的感觉也放了在他现在的服装里面 然后所以你会在这件衣服里面看到很多他很阳光很开心很开朗的那一面 然后他就说了什么 他主要就是说我这个很开朗 然后很可以去玩 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造型上面 其实就是拥抱这样一个个性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那对 那就是那个展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 这个我可以回答 这个展览呢 其实从明天 我生日正式生日8月16号 到礼拜天 就是8月21号 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钟 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来到凹空间这里 那粉丝想问 能不能偶遇紫棋啊 偶遇 可以跟紫棋合照 可以跟我合照 因为 其实我们有放一个拍照的机器 其中一个是 有我的那个背景在里面 所以他拍出来很像一个自拍 我刚刚也跟我自己自拍拍照 是吗 对 好好好行那很期待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欸紫棋拍照 来 好 谢谢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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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观看